字幕作曲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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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Ms.Lo 大家已經看了幾集的自己畫跪不求人 相信大家已經掌握基本的技巧 掌握技巧 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展你的設計 好,所謂萬事起頭難 那由哪裏開始好呢? 首先,當然要有個處境 如果你最近家裏真的裝修 你需要去做個櫃的時候 就有一個非常好的處境 還有有個誘因給你去畫 如果你說已經沒有 就好像我們的中一同學那樣 我就給了一個處境 我們的中一同學的處境就在這裏 沒錯,就是教完室裝修 大家要設計一張新的寫字桌 就被Ms.Lo 就著這個處境 同學就要開展你的設計 記住 你的設計是需要Ms.Lo 用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是被我響教完室用 還有你要考慮的是 教師 教師最常的櫃是放些什麼的 你要考慮這件事 跟著就考慮的尺寸 就是說,咦? Ms.Lo不是這麼高的 如果窗桌太高的話 Ms.Lo寫字就有困難的了 還有那些東西 如果放太高的話 我拿不到的 這個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這樣呢 根據你的處境 定好你的設計 當然真的要量度尺寸 尺寸要做多大呢? 最基本的尺寸就要考慮 高度、長度和闊度 簡單來說就是長闊高 跟著就可以開始 嘗試去畫你的設計 畫之前呢 我們都先上網看一看別人的設計圖 讓我打幾個櫃土筆 櫃、設計圖、手櫃 然後就找到大這件 steel 然後看 risque外人搬的圖 大家看到呢 不用太精準 人家按照太精準 而且很精準的 最重要是能表達你的設計 另外有一個東西是重要的 雖然說不用太精準 但按比例是需要的 還有标著尺寸是很重要的 因為別人是根據你的尺寸來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你想完你的設計 想好尺寸按比例畫 然後標注尺寸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好 看完別人的設計 就到我們自己開始了 我們開始 假設我現在想畫一個這樣的位置 我首先要想 例如一個這樣的櫃 整個的高度是多少 我現在定了 整個的高度是1.8米 這個高度是分兩部分 第一就是這個桌面 桌面是0.8米 所以櫃的高度就是1米 我定了高度 然後就是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 我現在定了是1.2米 這個好沒有原諒 不用再拆出來 然後就是厚度 厚度 我定了是0.8米 不過它要分的 因為有桌面 和這個櫃的厚度 那我就分做 角0.4米 當你自己想好這堆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畫你的櫃 如果簡單來說 我就用回格仔紙 用格仔紙 你看到我這個 基本上高度和闊度 這個位置 我一格是 代表20cm 那你自己就容易計算了 不過斜度這裡 你看到我一格 反而是40cm 如果大家記得 一開始講斜視圖的時候 我們講過這件事 就是 如果我們畫到1比1比1 全部是跟回 那個實際 尺寸來做的深度的時候 這個叫等斜圖 不過你會看到視角上 很深 這個位置很奇怪 所以通常 如果我們畫斜視圖 就是 這個深度 是實際物件 大約四分三左右 這樣看上去 會自然一點 這裡 我索性 方便自己畫 我就再縮短一點 我一格代表0.4米 這樣就 最近 這個反而不要緊 你跟回比例 總之你最後標注一尺寸就可以了 我們有這些資料 就可以開始畫了 首先就是畫個 0.8米的桌面 0.8米 即是80cm 80cm 所以 我們就是畫四格 然後 闊 1.2米 即是120cm 其實是要計算的 這樣 所以 要畫六格 這個桌面 就可以開始了 這樣 我們之前說過 斜軸一格 是0.4米 這樣 所以我們先畫一格 這個桌面逐步來 好 接著 就到 我們的 高度 這個 上面的高度是1米 所以 即是5格 接著 又是 我們另外一個厚度是0.4米 所以 有一格 這裏 又再加進去 好 接著 就做回之前的步驟 記得 就是 說過很多次 要 雙線 大致上就完成了 最後 就到 標注尺寸的部分 標注尺寸 一定要說清楚 那個 尺寸是由哪裏 至哪裏 例如 我現在想標注高度 我 就 拉 一條 橫線 指示高度 中間留下的位置 讓它尺寸 尺寸 給它 墊咀 這裏 1.8米 這裏 這裏 就是高度 接著 就是 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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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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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寬度 這樣 就 同樣 先把一條 橫線 中間 墊尺寸 墊尺 這個 幅度 是1.2米 好 接著 就是 這個 深度 這個深度 那我 就這裏 拉一條線出來 拉一條線出來 然後 就 打斜 這樣 就標示 尺寸 這個是 0.4米 好 這樣 就 大支 完 完成 最後 如果 大家想 把角位 變成圓 角 可以怎樣 我示範這角位 給大家看 很多時候 買傢俬 不會是很尖的角 通常都圓圓的 我們就可以 把這些角位 變成圓角 變成圓角 大家看 會更好 這些位置 一樣 處理 好 這樣 今次說的 我們下次再說 拜拜